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任这家企业的首席管理学家 我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把组织管理确立为我的研究方向的 时间那么快 转眼的话就过了15年 所以我常说 组织管理是我的专业 我的职业 也是我的职业志向所在 这么多年 就组织管理所涉及的问题 我一直穿梭在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 从学界来说 组织管理是一个大势云集的领域 像巴纳德 德鲁克 西蒙 马奇 麦格雷格 阿吉里斯 包括埃德加沙因等等 这些大师的话 皆因研究组织问题而成名 我从这些学者的著作中受益良多 我自己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所以直到去年和今年 我才终于鼓足勇气 拿出了我的两本代表作 一本的话是组织的逻辑 一本叫自我觉察 前一本是论组织 后一本是论领导力 算是我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份交代 而另一方面呢 我特别喜欢实践 我喜欢拥抱实践 在过去的七年间 作为常年管理顾问 我陪伴过十家行业领军企业的成长 包括德邦快递 传言控股 喜加德 耐雪的茶 西北 往往我跟这些合作企业 一合作就是合作好几年 我喜欢陪伴一家企业的长期成长 看清楚这中间的成长历程 同时去年的2021年 我自己也参与创办了一家公司 叫张拉拉牛肉面 是做兰州拉面的 我是联合创始人 去年赶上了一次行业机会 我们用一年时间 开出了近80家的直营店 所以我说我一直喜欢 穿梭在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之间 这也是今天 我想好好地跟大家 做一次分享的背景和基础 而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 叫增长性组织 但是首先 我想把这个问题 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看 那就是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 所以我们先首先谈一个背景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在存量经济时代的背景之下 才提出要打造增长性组织 以实现企业的经营突围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因此我先说一下 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 这也是我们展开对话的 一个共同的语境 或者说 一个共同的频道 然后我们再把组织问题 延展开来 然后再说开去 坦诚地说 组织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大的 我们今天的时间 是很难真正把这个问题 讲完整的 借用我特别尊敬的 组织理论奠基人 切斯德巴纳德先生的话说 我们不应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期望 即对社会中人类行动的研究 会比我们的思想 可能从事的最复杂的研究 更简单一些 但是我又非常希望 给大家一个极简的框架 以利于我们能够刚举目章地 把握住其中的要害 这个极简的框架 它的一级目录 只有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叫竞争力 组织机制 责任道人 这是一个极简的框架 只有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我常说 一个企业家的心中 是要有三幅图的 第一幅是战略地图 第二幅是组织地图 第三幅是员工的心智地图 然后我们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 它才不会是一本糊涂账 在我给出的三个基本的要素中 竞争力这个要素 它回应的是战略问题 然后是组织机制 是组织问题的核心 第三个要素是责任道人 它回应的是员工的心智地图 因此组织管理 它所在的位置 它是处于战略 和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一个问题 它起到了成长起下的作用 之后我会尽我所能地 让大家对组织问题 真正建立其中组织感 我认为组织感这个话题 是特别重要的 也就是你真正要对组织 这个问题有感觉 我认为这是今天 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它比技巧和方法重要得多 关键就是你对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散似 而这是我们理解 一切管理问题的基础 而在此之前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谈一下 时代命题 也就是说 许多企业都正在 或者说即将面临的 这一场存量的争夺战 其实你只要 稍微拉长一点时间段来看 就很容易感受到 商业环境的变化了 我常说 所谓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 仅十年 人的能力往往是 活不过行业规律的 中国商业世界的天空 差不多就是十年 会换一代王者 能够真正穿越 周期的企业是很少的 能够真正穿越 周期的企业家 也是很少的 这些都是小概率的事件 那么从人的角度 这对企业家和高管 都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便是 他必须要勇于扬弃 自己曾经赖以为豪的成功经验 从而让企业的进化速度 一定能够跑赢 环境的进化速度 许多人都会说 企业是有惯性的 企业是有基因的 但是事实上 一个企业的基因 它并不像人的基因那样顽固 企业的基因 企业的惯性 最主要的就是企业家 和它的核心高管的思维惯性 和行为惯性 我把过去三十年的 中国商业世界 划分为了三个世代 这背后对企业家的素质 企业竞争力的要求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我说首先的话 第一个世代 是一个供不用求的年代 在这个年代 最重要的是讲求 first one战略 这个企业家要敢想敢做 他真正赢的是赢在 人无我有 赢在他能够抢占先机 赢在他真正能够抓机会 然后才是第二个世代 它是一个供过于求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就不再是讲究first one战略了 而是你能不能有 number one战略 也就是在第二个时代 供过于求的年代里面 大家是赢在 人有我优 赢在与众不同 赢在一个企业 到底该如何通过品牌脱颖而出 然后才是第三个年代 我们说这是一个 丰饶经济的年代 他要赢在only one战略 赢在己无弱点 赢在超限战 赢在均好性 所以我说对于目前的 丰饶经济的年代 如果一个企业 真正想在产业社会中 有所作为 站稳自己的脚跟 有所出息的话 他就一定要讲求 only one战略了 所以我经常问创业者的一个问题就是 顾客之所以选择你 那个非你不可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放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是终究不会放过你的 那么这样也就解释了 我为什么要在谈 打造增长型组织之前 首先要谈时代背景的问题 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在 打造增长型组织的第一条 首先要谈的就是竞争力的问题 而非直接的旧组织来论组织 因为在存量的经济时代 许多企业之所以无法维系 曾经的高增长 往往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 它的竞争力的这把刀子太顿了 它不够锐利 不够决绝 无法有效地撕开市场的口子 而这是一切管理问题的源头 所以我说增长才是目的 其他的结尾手段 今年当然大家都很不容易了 但是我们稍微拉长一点时间周期来看 我依然看好中国经济 尽管的话我们要面临存量争夺 但是我会依然看好 今年难 这是毋庸讳言的 但这两个月 我不断地跟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说 我说你一定要相信 这一代的中国人还没有死心 老百姓想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愿望 依然强烈 你一定要相信中国经济的基本盘的 我说这话不是因为我是瞎子 看不到眼下的问题 我自己参与创办的餐饮品牌 就是做线下的 是做餐饮企业的 而且多数门店都在上海 你可想而知 在过去的三个月 我们有多难了 但是我相信历史学家 布罗戴尔的时段理论 他把历史的话分成了三个时段 他说最短的有短时段 然后有中时段 然后有长时段 它是有三个时段的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你只拿短时段来看问题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件 很多的扰动 甚至会导致你每天的心都静不下来 但是拉长一点眼光来看 你就会看到结构 你会发现结构性的调整 才是深刻的 但是结构 它自有它的稳定性 尤其放在六月份来讲这节课 我就更想表达这一观点了 我知道这几个月下来 许多人都会有一些悲观 但是有用和有道理 在组织里面往往是两件事的 一个悲观的人在组织里面 常常是正确的那一方 但是许多时候这一点用都没有 有道理不等于有用 我做组织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 悲观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悲观没有用 所以我说请你乐观一些 拿乐观的心态来面对未来 尤其是面对后疫情时代 面对存量经济时代的企业突围 我们以乐观的心态 我们务实一些 多操心一些自己企业的问题吧